跟他说一些你们要问你的问题 这是第JSO的3449场比赛 刚才我看他有个统计 三千多场了 蓝色的重组元首就是阿玛尼 是存在了就是右下角左下角 左下角的8点种的位置 而第五上方的红色人主要就是Major Major好像听看到那个冰云赢了之后很苦恼 待会赢了之后又要面对小黑了 他TVT说不定他觉得机会大一点 对烦那一逼 TVP他跟不上小黑这种那么凶猛的压制就没办法 其实跟得上小黑这种凶猛压制的人数也不多 T音吧都不能说全部跟得上 你真的把那个敢说话的那个人 一起叫过去 还是死人开啊 我现在觉得 嗯怎么说呢 Major其实打的还是比较稳健的 就比他实际菜的人很难能赢他 阿玛尼你妈的整个实业生涯 5比0Major 哈哈哈哈 那是在曾经 曾经的Major的确有点菜 Major其实去年NS的时候也不强了 就今年他去韩国之后变强了 对 他去了到现在一年不到 一年不到 半年多 练得非常辛苦 所以变强了 所以说这游戏还是要靠 苦练才会变强的 你不苦练 你不可能变强 多苦练 多思考 这个东西 真的 你说打天梯打多少盘 天梯保持一定的量就好了 剩下的真的是 就是多思考的事情 对 而且我觉得每一 我觉得其实直接那种最重要的 就提高自己效率 就是你在天梯上你不要 你不要瞎打 你就没打一盘 你都想想你这盘输在 赢在哪里输在哪里 你要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打这一盘 你想通了其实进步就快了 就比如说你现在上来 你搜到一盘TVZ 然后你就想今天我要用这 这套战术 对吧 然后你就把这套战术走一遍 细节走一遍 然后然后你觉得哪里做的好 哪里做的不好 你拿replay看一看 然后多调整 你这样就进步了 多思考多调整 如果你打完之后 你马上就接下来再打第二盘 你妈你一天打50盘也没用 这死神 再上去再看一眼 有点骚就死神 我觉得你刚才就上去看一眼就算了呀 他们说at虚虚王 虚虚王我告诉你 就是那种你妈啥打 打完一盘又一盘 打完一盘又一盘 他不一样 他现在只是为了直播而已 你为了直播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多思考一下 一样的嘛 这妈多思考多累啊 你要这样说吗 我就说你如果想提高的话 那真的是就是 打完一盘 你把replay拿出来放一遍 觉得哪里做的好 哪里做的不好 然后下一盘搜到TVZ 你还是用这个战术 那你就把你之前做的不好的地方 对吧 再做的好一点 然后如果对方有变化 那你再思考一下 这个变化你怎么去应对 你每天都把这个心思放在这里 我跟你说 不出半年 必成大气 阿玛尼也真的是 如果他这个时候用我那招的话 马尔玛尼也已经失去尸体了 头三个那个 头三个女的 不是啊 蟑螂 蟑螂 火蟑螂 狗一波啊 是尸体的呀 Majer 没有机会的呀 你要知道 这一拨 IA也用了 Majer挡住了 我不信 IA没用好 这一拨 可是绝杀好吗 好 三兵营啊 然后三矿也在开 Majer运营的非常不错 这个其实 这个打法打成这样子 Majer已经有劲了 他两个对象 可以无限的时候搞你 Majer的TVZ其实打得还可以 这运营很强 烦得一逼这种 烦得一逼呀 他已经掌握了TVZ的精髓 用一小搓兵去搞你 然后没有什么战损 然后家里面就开始运营 疯狂运营 对呀 哎呦 火焰刀来了 揪魔智再次使出了 自己的火焰刀 这还打毛啊 不会吧 怎么那么踩啊 妈的 你这种 家里面被双线了他 他家里面被那个 毒鸭搞了一波 在打毛啊 这种这种局势 已经不用打了 吃你吧 阿玛原来那么踩啊 我还以为他至少能还个手 你高估他 高估他了 他基本功什么的 还是在的 就是这个前期防守做的 实在是让我们 怎么能想到 他是个职业选手 我估计他也没怎么练的 就反正接受 有比赛就过来打打 反正有几 有个两三千美金不振的 振的呀 对不对 能出现就出现 不能出现就算了 也没有想过什么 自己要拿世界冠军 这种想法 这不可能 他这种状态怎么可能 这把这种双线过去 所有视野都封完了 屁股后面好像还挂着一个杜鸭的 杜鸭先扔炮台 好贴变头 女皇还被秒了 好了上去一个诸葛连路就击击 哎呦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没这连的还不够好 我跟你说 没打 直接就击击了 他刚才有视野的 他不该加征 他加征他太早了 这就是他跟逼运的差距 你让逼运他刚才连那个绝对死了 连成这样 不过也赢了也赢了 哎呦 双线随便拖一拖阿玛尼 但我跟你说 这是给了阿玛尼一次机会 至少军坦补起来了 没几点了正面也没那么强 引雷是没问题的 接着漂亮 家里面再双线走起 哎哎呦 走走走走走 人组真的 你你这个生化部队啊 你操作好 阵型拉扯好 你的上限就非常高 四级地已经甩出去了 阿玛尼运营还可以 好 装了走 又是两个雷 家里没有被搞 真的给了阿玛尼机会 Major你不要给他骚得那么爽 他正面未必捅得穿对后 Major的这个节奏呢 相比于逼运来说 不确还是差了 是这样的 他正面操作 就是每一个小细节的操作 都没B云做的那么好 对 他的运营其实是不比B云差的 运营暴兵节奏都还可以 就是正面这个小操作 没B云好 对不对吗 你看他这种部队 就是没有B云他们操作的好 但我觉得还是顶穿的呀 多30人口怎么都顶得穿的呀 也是 小操作最好的这种还是马入 马入是禽兽好不好 然后这波出来 卫星也很刚 我觉得只要是这波出来 其实谁都很刚 这波出来谁都很刚 多30人口怎么都 怎么都可以刚死你 四框人都打三框重处 尴尬 哎呀四季地也开那个 开开那个 新轨了 妈的不要开 行销赛了 好 飞龙现在这个强行去切夹 他没办法了呀 防空都利好了 就这几个B 就我觉得正面这一拳 其实 Major这个操作还没有Tem 我觉得Major比Tem打得稳 他操作不乱 Tem有时候会为了提节奏 把自己操作乱 哇 最后一波 没机会 这个局面 其实冲的位置还不错 冲的位置其实还不错 但是 无奈兵太多了 阿玛尼果然是对菜的 阿玛尼绝兵没有 没有来抢 我告诉你 差远 阿玛尼 我说真的就六千三 六千四不到的水 感觉对 这盘打出来真的水准 还高 没点这盘打完 应该明白阿玛尼的实力 现在我们 我们看到欧美其实现在的 就是 Major已经算一线人组了 最强的几个人组 也是欧美现在最强的选手 我觉得他 他们现在在韩国的水平 就是打那些顶级的 就比如小黑肉 B1 我们说Duck 卫星 这些其实有点打不过 但是他面对这种普通的选手 叫阿玛尼这种普通选手 他们已经是占优势了 对 阿玛尼太普通了 不是普通 也是太普通了 那我觉得Major 其实Major他们就已经是 以前那种 就是SPO那种 叫做什么 打SPO主力的那种实力 但没到顶级 就主力 不是明星选手 就大概就是什么Q2 什么那些 这些选手的感觉 对 差不多就这种 对吧 这种打阿玛尼 他们也是胜算很高的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那么高 差不多呀 阿玛尼这种 以前在SPO就垫底的 场都上不了的 什么真实大地 大概就是这种实力 打顶级的打不过 但是打这种普通的 还是随便赢 中等选手了 基本上就是 差不多就这个实力 取个名字那么屌 怎么不是乔治阿玛尼吗 当初他还是有点实力的 你不要小看他 谁吗 阿玛尼啊 嗯 阿玛尼什么时候 有过实力啊 你告诉我 当初还可以打的 他在三星上过场吗 上过呀 很少吧 偶尔一年上个一两次吧 还可以了 我说还可以 当时竞争也大 那也是 三星四个人 三星是那个 一般上的是 斯林自己要上的 对吧 自己先占个毛坑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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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拉 真实大敌 清本 这几个人就把位置占了 偶尔上个阿玛尼什么的 哈 还有炮哥对的 还有炮哥 炮哥还可以 他说阿玛尼去年 SPU爆打狗哥 打得很帅 狗哥 哎 柔柔都是自由之意的 窮光啊 这太久了 马尔炮 还被我干过了 好不好 哈哈 你说的没错 哈哈 ZVC被歌按在地上 各种干 你妈个蛋 你说的没错 那天我妈有点还不了口 WCG表演赛 对吧 是啊 你后来赢了点什么东西吗 我忘了 我已经忘了 哎 反正ZVC 我就告诉你们 妈跟哥拼蟑螂拼基本功 当时我的基本功 不输于韩国任何一个职业拳手 肉肉就被哥基本功干死了 你不要锤弹 你被司令干死了 你为了 被司令干死是因为他赢好吗 但是 怎么就你一个人输了司令 其他人都把司令干了 但我干肉肉呀 你们不要小看肉肉 当时肉肉来中国的时候 我们看他后面第一次 你们感觉他猛如虎 操作很帅 这个你们基本功已经无敌了 妈没想到一打就是软柿子 有那个YHY在后面看对吧 看完之后 Kurrigo说 妈的这个 这个选手太强了 真的没办法打了 哈哈 哎呀狗绕进去了 不是好事情啊 这狗绕的 他绕了四条狗过去还是 主要不是说绕了多少条狗 而是节奏已经乱了 还好还好 你看大家在修农民就知道 也还好 两个农民而已 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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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选手是蛮多的 蛮好玩的 这个时候 对啊 大连中国选手也很多啊 非常多 那次打的是谁啊 你跟Kurrigo还有谁啊 就我跟Kurrigo吧 Kurrigo现在去打卢 好像也没打出来啊 哎呀妈 鲁石这种东西 他就上来拿过一次冠军 然后就没出过成绩了 对啊 我那次冠军对他的鲁石的人生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不是那次的话 树立了很多信心好不好 而且也是让他出了名 对对对 主要是出了名啊 如果不是那次他可能 可能现在就退役了 因为很 鲁石这个东西很难 很难说你一定能出成绩这个说法 跟你练练了多久是没关系的 这东西 练再久 最后一张神抽你就死了 哈哈哈 练还 你打还是要打 好了 来了 哎呀 埋的不是很好啊 迪克勒 哎 这什么鬼啊 这 这 哎 行不行啊 这个阿玛尼的操作 这你妈 明明已经分开 他还拉回去 你怎么招得住 感觉有点紧张啊 鲁石呢 这个游戏呢 是这样的 就你 你每天打打天梯 对吧 然后去研究一下 就去看看新的这个卡牌套 基本上 就就等着 就抽签了 你又没有玩过鲁石 你怎么知道 我玩过的以前 不是 首先 我就问你 为什么 为什么鲁石最后还是那几个猛男 他们最后还是尽量打比赛 都看到什么若鸡 对不对 什么江 杰森周 这几个 为什么永远都是他们几个吗 我还没说完 我只是说 当普通的职业选手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要成为一名顶级选手 你还是需要通过努力去思考的 就像若鸡 坑森这些 我这么好 圆得有点好啊 好了 火焰刀来了 这波火焰刀 不一定 能够赚东西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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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 这就播送的有点 什么 他说 若鸡已经被零杠七了 真的 什么 什么 中欧零杠七啊 哦 但我没说啊 但我没说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这样的选手 刚才说完 杰森周 一杠六 我不认识这两个人 你就告诉我 中欧现在谁强 这波 这波 稍惨的呀 不 但是这波防的还不错 他女皇够多 拉的也还行 这个双线 其实没打到什么东西啊 现在谁强嘛 撒谎 撒谎是谁嘛 撒谎应该是国外的人吧 那不是今年法拉利 要被国外 国外人开走了 关键是 那个 那个那天不是我们 解说WCS吗 不是放了个 鲁石的那个 中欧的宣传片吗 啊 弱基那个 把面具摘在那一下 感觉还有点帅 知道吧 然后就被人放弃了 对吧 俄罗斯人 是俄罗斯人 那韩国人强不强吗 不强 不强 韩国人不强 中欧你妈 光韩国人毛 是啊 我觉得这么俗 这韩国有没有猛男吗 路实 好像没有 身败名列小弱基 你妈 这边走 梅姐走 接话了 直接接话 而这个 阿玛尼走的是 跳飞龙 龙狗独暴打接话 那么 他是不知道 对方接话了吧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一会儿过去 不是 你妈 遭重 他这 这波有点难受了 这波 没事 没事 他有毒 他两个毒鸭 两个导弹车的 我告诉你 不好说 看两个毒鸭 怎么砸 这个时候 先散开 分散分散分散 他只要把毒鸭 先吃了就行了 好了 导弹车输出了 毒鸭的炮台走起 不过女皇 女皇够多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女皇够多 他我要少 如果再多 多个大概 多个四五个活的 人家估计 这波就打穿了 双线 穿不到东西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 阿玛 你防他还可以 对 但主要是看 他这个龙狗 毒鸭 一会儿 一会儿遇到 那个 遇到雷神 他怎么转型 他已经没有 什么转型空间了 我感觉 只能转张了 哎呦 飞龙 说说说说说说 不多啊 无所谓 无所谓的呀 你这索尼 你很伤的呀 飞龙 主要不多 强行修毒鸭 强行修毒鸭 你毒鸭H就让他打嘛 跑呀跑去还修不到呢 他操作反应不过来了 哎呦 雷神巴巴出来了 没问题 飞龙其实没打到什么东西 就杀了两个毒鸭而已 毒鸭打蟑螂吗 有用也有用 没用吗 你打得过也打得过 为什么这 我觉得 Major收入那么多的兵的情况下 为什么人口现在还是差不多的 他揭花运营比 阿玛你强呀 8个宿主摁下去 这个是对的 按这波宿主是对的 因为不按宿主的话 你没办法拖 你光靠蟑螂是打不过这个截花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波宿主按下去 你只要第一次宿主小冲 这一飘 我估计没几个就推了 这波宿主用还是有用的 我没准维巾 这个没续维巾还好 Major这个篮火太慢了吧 你神哪估计 飞龙反正已经是没什么用了 Major这个机械化暴平 真的还是蛮刚的 蛮强的 阿玛你军坦倒是扑得不错 但是就是 就是这波宿主小冲只要一飘 Major可能就出手了 他宿主孩子 他造了16个宿主 宿主 宿主我觉得打计划 还是有个不好的地方 面对什么蓝或火车霞 其实小冲是一扫的 大不动 对对大不动 宿主就是只能拖 这波 而且他看着宿主了 Major其实可以推了 这波这波不会吧 看到了 不会吧 哎呀 搞笑了这波 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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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换换换换换 这个时候 但是火车霞其实烧小冲子很快 对 小冲子应该是个轻甲单位 好了蓝火了 蓝火火在哪 蓝火火在哪 推了呀这波 你16个宿主你妈 你16个宿主你拖不住的呀 就宿主嘛出个七八个去搞四框就好了呀 阿玛你想尽量的拖 他换家换家来拖 哎呦被发现了 没整个人穿火车 哎哎 没事没事 宿主是些体硬的 还好在冰坛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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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 撒点农民不重要 主要非你卵你知道吗 要被包吗 要被包吗 这个 包还可以 包还可以 那这边打不过呀 包不住啊 包还可以我跟你说 Majer在续那个了 他在续解放者 他就多线解放者各种架 然后正面续一波兵推 但你宿主小熊子 你不能不能说 就CD有点长 这是 橘杀是挺挺旧的 又绕一波宿主过去 哎不会吧 哎呦 不过他他每次绕还有个好处 每次都是差不多 快好了 再去 他才去绕的 还可以 我把东西 没这儿要推了 他不会让你宿主一直这样搞我的 他多线解放者是不是开始加了呀 我感觉 正面推过来了 你先 他要推之前是先 先要把这个岩石打开 敲开之后 然后再等你波小虫子 你这下一波小虫子放完之后 他就可以推了 下次给你压力 对吧 军探先轻了 小虫子这一波放出来应该能守住 Majer的兵其实不多 小虫子放出来是肯定能守住 好小虫子来了 要被包 要被包 这一波可能Majer要全倒啊 漂亮 解放者架好架在这里 火车迅速的轻掉小虫子 还可以轻的 这火车真的是小虫子靠心 操作有点好刚才 正面狗盗穿不到东西 好了坦克其实可以去了 这些狗都没有攻防的 根本就打不到东西 他现在要集合一个火车侠 我觉得他还要还要等 其实这刚才那波 其实可以把四框给打掉 打掉再走 小虫子 这样的话小虫子那个就没有了 你如果说现在回去 然后再过来集合再走 又有小虫子 他应该去点围巾我跟你说 有围巾打小虫子很快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真的感觉 你不会吧 你在这里甩完小虫子 我告诉你 妈你 逼吗 这不是你去打二框 有什么意义吗 我看不懂他去打这个二框 有什么意义 这波甩的 他每次 每次他的这个速度出来 他都 都是被发现的 都被侦查到的 有点被 你不觉得这个时候 不应该去甩二框吗 你要甩甩四框呀 二框就没东西的 你甩来干嘛嘛 是应该甩四框 好 没准备了 你这样打你怎么打吗 拖不住 你靠这个拖完全拖不住 你这种部队怎么打 两条飞蛇他平推你就好了 都不用架的 你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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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你拉 随便拉 拉还能提 这没速度拖不住了 好 屋屋屋屋屋屋屋 屋还可以 漂亮 这波屋屋的好 这波屋 坦克能不能换光 还可以 我们有这波屋的 后面 后面坦克众生很生啊 你这这冲的 算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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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冲你过了吧 这波屋的还可以 这打完之后 崇祖没钱了 崇祖还有两片框 三片框 还可以还可以 还有三片框 没点感觉找不到好的办法来推 他其实主要还是那个 呃 我已经少了 他现在要解决的是 这波 这波 飞蛇 待会儿的物 有点烦 就刚才他不加平推 可能下午会更好一点 我平推也打不过 他刚才部队太少了 他主要是纵身比较强 他现在真的要续一波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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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面他各种抱围巾死了什么情况 他不会去抱大河吧 他不会去抱大河吧 哈 有这个可能 抱大河呢 就是大家打到矿干的时候 大河就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这个不可能抱大河 他没有他现在没钱怎么抱大河 抱个毛大河 钱那么紧 火车我感觉送的有点多了现在 没必要了 这波给阿玛尼稳 稳不下来之后 我觉得正面Major打不过阿玛尼 对 因为Major这个误着 阿玛尼的这个误着 误的好的话就可以 这个误的好不好 看坦克架的怎么样 跟他误没有什么关系 误肯定能误到的 Major现在要反的点还是挺多的 Major现在要反的点还是挺多的 打肯定打不进去的 Major现在很难受 阿玛尼跟他耗 脱呀这个时候 脱过来吃坦克啊 诶他飞着干嘛不去占便宜啊 这个时候 只打得好这个时候就应该去脱 好直接换基地 直接换基地可以 基地肥了没这也很聪明啊 怎么说呢 我觉得 Major生了个什么 生个杜鸭 还是什么 杜鸭 应该杜鸭了吧 他爆杜鸭了 杜鸭就有点飘了吧 他是怕对方转大龙吗 在对方的确要转大龙的呀 反正他猥琐了 现在已经 嗯 出杜鸭出围巾 然后跟你拼天空了 地面反正他坦克hold住你也没那么好处 基地开不下去吧 肯定开不下去的呀 两个雷神飞出去偷基地 好拖坦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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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秒 但是这个有点太靠前了 这波战术还是亏的 两个雷神出去偷基地去的 这理解也有点飘啊 偷的到个蛋 偷的到 你不知道怎么偷 哇雷神想偷没有偷不到的 卧槽 来了呀问题是有有那个的 有腐化的呀 干嘛基地还是得偷 看到大龙的 看到大龙的 尽量换吧这个地方 拖时间吧现在 对 埋地干人中各种搞啊 这搞这种基地已经意义不大了 他拖你 他这个东西放下 你是不是要去管一管 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管 不可能的 你肯定要把兵拿回去管的 哦呦这小钢炮 哇这个 这个雷神还是很屌在这里 强秒 跟大龙强刚 四炮才能打掉一个大龙 没这儿 哎说不定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那个呀 什么 看到阿玛尼中 五十个毒鸭炸弹 不可能的 他不弱智 干嘛我炸大龙就好了呀 我不会炸你围巾 我不会炸你腐化 我就炸你大龙可不可以吗 这腐化有点多啊这数量 架开你 架开什么意思吗 但冲了呀这边 这边冲了呀 都是血水 好回去 分一波坦克去偷基地吗 那边没有基地 不其实你真的偷了个基地 你损失那么多坦克也是亏的 不他现在换人口出来 他要换天空 在埋地 埋地是什么 你埋那么大个火 那么多防空 你埋地有什么意义吗 他把坦克换出来 坦克太多了 好正面再推坦克把你勾走 正面过来直接先把军坦清的 就拼天空的呀 这个说白了 对主要大龙 大龙在哪里 啊妈你这波兵游走的还可以 那这边坦克已经就炸好准备等你来了 他先把军坦清的才好游走 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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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我们来看有没有毒鸭炸弹啊 有点不敢 大龙大龙来了大龙来了 炸可以炸 毕竟有飞蛇 他炸不炸 跑 来了飞蛇 有没有呜 呜呜起来 无人接 他砸的是无人接 他没有炸 炸了炸 我以为他没有炸 里面藏了三个炸弹 妈个蛋 那波腐化炸的妈妈都不认识自己了 手里面块人在拆掉 我就跟你说要中毒鸭炸弹嘛 他估计也没看到那三个毒鸭炸弹 我们都没看到 我们也没看到 这波战损你妈妈你就血亏了 关键气受不了了这个时候 对 没气 感谢孔有为的飞机啊 你最后你最后靠下来的就是 就剩下一些狗 狗现在 现在咬不动 真咬不动 我就想你狗有什么用吗 现在人猪其实最贱的 其实就是他每个矿都有行鸭塞 你少量的兵换不动 现在你只能拿狗这种穿 遇到火车侠就没用 三宫三防火车侠 根本不怕狗 哎呀没记得了 你妈打那么累 最后被小黑肉 删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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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又被小黑肉一拳就打 哎呀这波 哎呀被追着打被追着打 毒鸭炸弹有没有 哎呦喂 看拉开了拉开了拉开了 漂亮这个拉的可以 但正面还是打不过啊 我好在把坦克吃了不少 你真是乖干嘛嘛 火车 三宫南火火车太快了 烧狗 换下来战术也很亏 本来就没钱 他要强行抬这个基地 哎这个基地抬掉有什么意义吗 你告诉我有什么意义 又不是说这个基地现在是唯一片资源点 他没办 死了呀阿玛尼 无人机放一放呀无人机 没能量没能量 对呀有一个两个无人机 正面未必打得过我跟你说 对我把你这波 这波那个清了就好了 他要把腐化清了就行了 对好秒大龙了可以 甩甩腐化队的甩 甩你就不行了 继续腐化过来抢天抢制空 没点有没有能量 有无人机 有无人机就赢了 他好像没有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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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打不过了天空打不过了 大龙都是都是卖的现在 积极了 能能打多少打多少积极了积极了 还那波那波中的太伤了 你看每一阵其实打到所有也没钱了 如果那波腐化不死还真不好说最后 对 没钱了不过打这种局面我就告诉你 人组还是要比虫组要有游戏 人组矿罗一砸就好了 前码就有了 能耗能耗 关键还能耗 就打到后期你就是一些狗 别人是坦克火车侠这种 大家都打零散的部队的时候 他的这个坦克火车侠还是要比狗要厉害很多 对 阿玛尼还不想放弃啊 他觉得刚才拼的七七八八还可以打 天上有那么多危机 现在阿玛尼肯定不会再转天空了 但这个四个渡压要命的待会 什么都不管上来上来就跟你甩一波那个就好了 还在不独压啊 那么狠啊 不独压是对的 反正可以耗的 对啊我现在就猥琐在那边你怎么办 主要坦克现在三公坦克你 这种部队零散的部队过去是太伤了 维京吃了他已经确定你转地面了 你应该转刺蛇带蟑螂了 维京还有很多的啊 好转雨啊这个强吃强吃地面的 这种刺蛇蟑螂的部队怎么打坦克 坦克火车下雷神雨啊 这妈这妈这个输出太快 你拼了跟你拼了跟你拼了跟你拼了 你上吧你上你上 来吧 维京也是也有输出的呀 哎呦这无人机炮炮炮台 蹭你 好了这这这这已经没救了 这种部队组合你必须要有飞蛇 而且要200人口直接要夹才夹的 对 关键他马上接下来他 会加入一些女瑶在正面 接加入女瑶在正面之后这个输出更高 立体式输出 你来嘛你来嘛 但你这波冲下来之后 已经没什么冰了 阿玛尼的这个对抗的意志力还是蛮强的 对 不想退呀 他想以前没这都被我乱干的 现在我为什么连没这都打不过 这东西怎么说呢 这东西怎么说呢 你不练吗当然打不过的呀 对不对吧 说不定他觉得自己练呢 我马上只能说你天赋不够高呀 这个口上怎么冲的冲的下来 什么这牌两个人也是从天空打到地面 这间店的机会呢 Major一定要找个机会把对方矿拆了 如果这么再放任 阿玛尼这样开框开下去 还真有可能要翻盘 他烧农民也很伤啊 他马上把部队憋好了 就推了 一拳就打死了 而且你要想他推到右边 推你那边框不是一推就没了吧 阿玛尼其实在转型上来说 是没什么错的 这种炸飞蛇是有点 这样都炸到了那么远 这有点过吧 那么远都炸到了 没人难受了 这个时候 他这个基地不是行应要赛 他飞过来怎么可能行应要赛 真炮台其实作用没那么大 家里面 他能不能去点坦克出来 女儿女儿回去就也行 不会最后会后回来了吧 有可能的呀 你看现在 阿玛尼右下角两边门开起来了 没点拖得太久了 有点 你说女儿 你女儿也可以拖去地区的呀 他在提速嘛 你这个部队呢 防守是没问题 但你攻不出去 他现在就靠提速女儿出去偷基地 也是回事我跟你说 真的也是回事 这个提速女儿还是有点凶的呀 现在女儿回来救一救 但他女儿是不是没攻防啊 女儿不需要攻防 他也是反正输出也不差那一点 一攻一攻还可以 一攻够了 好了速度好了 三秒钟啊 女儿可以起飞了 加速 直接开始甩防攻了 知道你提速女儿偷基地了 意识很好 没叫了要被翻呐 我跟你说 非常有可能被翻 他站了优势之后不果断 太轻视对手了 太憋了 你往这个地方推 那不要了 那边换家 这兵来得太多了吧 阿曼你不会冲这个地方吧 不会啊 他肯定冲 冲他的最薄弱的地方 怎么可能冲这个地方 我想冲这个地方 脑残的 先把你这边空给你端了 截断啊 截断 后面两个坦克没架 如果架一架 可能还有输出输出 但是 没有了 他没有隐形的 隐形呢 女妖隐形没好 隐形没好 不也行 也行 也行 也打过 他要是隐形好了 就完美了 这他妈都打 隐形好了 隐形好了 他刚才这 如果刚才隐形好了 就起码七八个女妖 怼着输出 说直下阿玛你就崩了 对 好嘞 现在其实就一个一个角落了呀 就角落那两片矿了 他只要推下去 他只要推下去就好了 这次这几个女妖 也有点凶了 这死了 阿玛你还是死 这个位置被架住就没机会了 还是死 你冲这个位置 战损太高了 这坦克他只要蹭过均匀就死了 这坦克他只要蹭过均匀就死了 说到底就打到最后 就是大家拼战损的时候 他火车对你的小狗压制太强了 对 坦克对什么刺蛇这种压制太强了 刺蛇蟑螂压制太强了 然后又有度压这种无消耗的兵种 到最后你消耗不过队 没办法 好了一步一步往上架了 只要架住这个位置 这种飞蛇这种有物好了 反正他这个围巾也就这样了 这飞了起来还是会受伤害的 掉下去 你这个掉下去之后 你的物在上面的 对 你再起来还是会受伤害的 这个坦克 你冲你冲 坦克这么一步不大关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阿玛你只能最后冲一波 这个地方冲不开就极其 好了好了 就这个时候冲一波 有度有无人接 哎呀 死了 死了死了 最后那波没冲下去 死了 我已经可以降下来了 其实 这几个女妖在上面输出爽了 好最后买地蟑螂过来 拼一枪 就最后一波了 没用没用 坦克太多了 什么可是打得过坦克的嘛 狗包的位置还不错 GG 没劲还是赢的 差点被翻啊 打那么累 待会上去被小黑肉 你妈三下五除二 感觉自己打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过一会小黑肉 你妈几个使徒一飘 没就累死了 他这每一次 你妈都是把鞋脱了 再打心机嘛 很多选手都是这样的 把鞋脱了 打心机的 很多选手都是 你看韩国 马铺他们都是的 没点起来就该穿鞋的时候 抠一下脚丫子 然后过去跟人握手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好